第558集 千年王境三层后期的实力 让颜白哪怕失去了一半的战力 却也不是刚刚突破千年王一层就能够比你的 不得不说 你是我见过最天才的舞者 颜白完全冷静下来 从空间戒指中取出了一滴暗红色的血液 这一滴血液如同一粒糖豆一般 散发着恐怖的凶煞气息 拈碎了玉瓶 暗红色的血液直接被颜白服下 顿时 颜白忍不住发出了一声不似人类的吼叫声 此时颜白浑身的气息已经完全变得残暴 胸利起来 身子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变化 颜白的衣衫直接炸裂 一块块青黑色的肌肉从衣衫之中挣脱出来 散发着冰冷的金属光泽 一条长长充满稻刺的尾巴 从颜白的背后生长出来 在背后摇摆 轻轻甩动之间 空气直接被抽得啪啪作响 颜白疯了吗 对付一位百年镜的舞者 居然吞服了一头恐怖妖兽的血液 到底是颜白太无能 还是此人太强 要知道 颜白一旦动用了这一招 轻则境界后退 重则直接迷失神志 周围围观的舞者 看到这一幕都是纷纷地震惊起来 要知道 这种高级妖兽的精血 可不是那么容易吞服的 一个不慎 直接就会被妖兽精血中的凶煞之气迷失神志 该死的 怎么会这样 不过是一位百年境界的舞者 却能够把颜凶逼到这个程度上 正在与流氓兔交战的鲁西木 大惊失色 原本以为颜白只不过是为了猫系老鼠 可现在却逼到了使用这一招 可见颜白已经动用了权力 咕咕 流氓兔古旗抓住鲁西木失神的一刹那 血红色的八面汉剑 瞬间在鲁西木的胸口 留下了一道恐怖的伤口 断食下的鲁西木 不得不打起了精神 全力以赴地与流氓兔交战在一起 不敢再分心去看颜白这边的情况 此时颜白浑身散发着恐怖的波动 比之前的全盛时期还要强出不少 甚至断掉的腿也重新地生长出来 现在颜白已经化为了半人半兽 一对碎金色的毛子盯着北风 没有丝毫的感情 四肢生长出来锋利的爪子 肌肉坚硬无比 半腰 看着还能够看出来颜白轮廓的怪物 北风脑海之中浮现出了这个念头 但却更加感觉到了棘手 好不容易消磨掉了颜白一般的实力 但现代这头怪物只知道杀戮 却是让北风更加的心惊 砰 寂静的战场中 突然之间响起了一道泡沫炸裂的声音 颜白身上的星术 星星相映 被颜白直接撕裂了 噗 在星术被解除的一瞬间 北风的身子一颤 受到了反噬 一口鲜血喷出 以百年竟站到这个程度 你已经十分了不起了 接下来 可不是你能够对付的 既然拿了你的钱 我自然会出手 解十三的身形 瞬间出现在了场中 双目放光 打亮着北风 如同看见了一件西式珍宝 不用了 我还想试试 北风皱眉 很不喜欢谢十三 用这样的眼神看着自己 当下直接拒绝了 谢十三一愣 似是没有想到这个时候 北风居然还是不放弃 以你的资质 没有必要与此人死战 等突破千年王境之后 你杀他如土狗 谢十三认真地劝说着 同时谢十三已经打定了主意 这么恐怖的战斗力 足以成为万古天宗的弟子 到时候什么千年王在其眼中 再也没有丝毫的威胁 谢十三认为 明知做不到的事情还要去做 那不叫勇敢 而是愚昧 龙斧 斩妖 北风没有去管谢十三 舞者归根结底 只能够靠自己 说白了 这次是运气好 正好遇见了谢十三 这样一个舞者 下一次发生危险 总不能够还把希望 寄托在另一位舞者身上吧 这次机会难得 北风准备 置之死地而后生 希望用生死之战 来为自己的舞蹈铺路 而现在自己需要尽情地攻击 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 北风也会向谢十三求救的 天子惊人 可惜却不知道变痛 这样的人不是横推一个时代 就是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谢十三能够看得出来 北风短短时间中的提升 每一招比之前都会有所进步 堪称怪胎 谢十三也知道 达到北风这个境界的舞者 意念坚定无比 做出的决定 绝对不会轻易更改 是以谢十三也没有继续地劝说北风 同时也没有想过 直接把北风掳走 以谢十三的眼界 自然不会看不出 北风已经领悟了属于自己的舞蹈信念 一旦掳走北风 北风的舞蹈信念 与其所作所为相差太大 很容易会坍塌 到时候失去舞蹈信念的舞者 也只不过比一般的舞者强上一些罢了 万古天宗可不是小门牌 这样的天骄要多少有多少 可惜万古天宗的全部门人弟子加起来 也不过七十二之数 看似笔之其宗门少了数千上万的弟子 但是万古天宗确实排在超级宗门之中 每一位弟子都是天骄之中的天骄 此时场中的颜白 整个人已经大便模样 身高三丈 青黑色的肌肉一块块地凸起 关节处生长出来一根根的尖刺 整个人化为了一头人形的凶手 北风转头看向了吕布 此时吕布的气息波动越来越大 正处于突破的关键时期 而吕冰此时已经没有再战之力 咕咕 流氓兔骨骑双目通红 看着北风那一边的情况 流氓兔加快了攻击 狂暴无比 北风如同炮弹一般冲了出去 直接与炎白近身搏杀 此时北风能够依仗的 就只有这一具强横的肉身了 本来北风的肉身强度 已经无限接近千年王 而此时北风直接动用法天向地之后 肉身打破束缚 真正达到千年王的境界 再加上北风体内蕴含的庞大生机 北风只要不被击中 要害的头部与心脏 哪怕是其他地方断手断脚 北风也能够很快地恢复过来 北风瞬间与炎白交手数十招 炎白背后粗大的尾巴 抽在北风的身体上 让北风横飞出去 被抽中的右脚 血肉直接炸裂